今天要帶比較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小車的好處就是 兩邊可以做一個停檔 來看一下 沒有錯 它是做全屏的喔 所以它在那個放東西來講 它是可以全屏的 你要不會有一個 以電的那種高低差 這樣子 放東西非常好用 車子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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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周小弟 今天我要來幫大家介紹這台車是 2018年的FIT 這台車它顏色非常的稀有 它是浩月營 這顏色實際上看起來還蠻好看的喔 那這台車我們里程數只開5萬公里 全車都是100%原版件 非常的優質 我們現在賣的價格超級優惠 來我最後跟你講 我們先繼續看下去 來首先我們現在看到側面的部分 它的外觀都是保持了原版墊 也沒有太多一些重大的瑕疵 那都會有一些使用痕跡難免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前座的部分 門打開看一下 裡面呢它是採用不織布的座椅 它的使用狀況都是非常的新 然後一樣我周小弟先坐進來 它的包覆性其實做的還不錯 那FIT大家都知道 有一種國產的小鋼炮 所以說它的操控性來講是非常的優質 好那這台車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里程數 里程數呢只有開5萬多公里而已 非常的少 然後再來是說 它這邊這台車的話 小車集聚裡面 它搭載了這個節能模式 還有一個行機防滑 所以它的安全性的部分呢 做的都還不錯喔 好那再看一下方向盤 方向盤 有一個我們最愛的換檔快波 進檔退檔 就可以直接用手去做一個控制 所以還不錯 那這邊的話 是音響快波間的進速巡航 該有的配備它都有 然後裡面中間 中控台的部分有什麼 再看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進到了車室啊 它裡面的表現狀況都是非常的優質 它都沒有太多的曝曬痕跡 車子都停在室內 所以說它在上面儀表板的部分喔 保持得OK 非常的完整 好那再來說 中間這邊呢 我們有全新安裝一個 升級加值不加價 安卓機高階的型的 那裡面內容的話 有導航啦 造車顯影 基本的功能它都有了 所以我們也都不用再額外加錢去 升級配備啊什麼的部分 那在下面的話 它這個高級車才有配備 它是電容的觸控面板 它是電子的恆溫 可以直接這樣子做設定 這個感覺還蠻高級的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椅子 它的椅子呢 我剛剛講它是採用布織布的座椅 那布織布的好處就是 假設我們真的不小心打翻的東西的時候 趕快插一下 它馬上就掉了 它不會滲進去 那布織布 它又可以在冬暖夏涼的特性 所以我們坐車起來都是非常的優質喔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我們的後座空間表現 GO 來睜大你的眼睛看一下 它的後座空間非常的大 小車級距來講 它的開門輔助 接近90度 對我們上下車方便 好那再進來 進來到車室裡面 發現這邊它沒有太多的攏起來 所以坐在中間的人 它就不用去搶位子那種感覺 那後座空間坐起來也是非常的優質 非常的大舒服 想睡覺了 有沒有 那它這台車椅子呢 它有他們Honda一個專利 就是 這邊椅線可以做一個往上先 假設我們要放到比較高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椅子往上先放在這邊 非常優質 腳踏車可以直接進來 OK 好幾站 然後放下來 那如果說有小朋友的家庭 它這邊也有搭載的ISO-FIT 所以安全座椅可以直接扣上去 那不用會用安全帶會晃來晃去的 所以這個車的確也算是還蠻符合 各種需求的使用者 那再來說 這台車安全性它其實搭載也非常安全 它這台車除了搭載群聚防滑 那它有四顆的安全氣囊 它在前面兩顆再加上側邊的側邊氣囊 所以它在保護效果都是非常的OK 好的 那我們接著看一下我們的後車廂空間 好那我們接著看一下它的後面 也一樣都保持得很完整 那難免的一些使用痕跡 後車廂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空間 小車非常的大了 這樣子空間也是非常實用的喔 那在下面的話可以看一下 下面一些工具組備胎 它都是齊全沒有使用過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帶比較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小車的好處就是 兩邊可以做一個停導 來看一下 沒有錯 它是做全屏的喔 對它在那個放東西來講 它是可以全屏的 你要不會有一個以電的那種高低差 這樣子放東西非常好用 OK那我們接著看一下另外一邊的車身表現吧 一樣它這台車的車身的部分 都是保持得非常完整 好那接著我們看一下引擎室 好OK那我們現在開到引擎室打開來 它就是全部原裝的 我們買中古車 就是要買這種原裝的 沒有任何改裝 非常優質 它在外觀 左右兩邊引擎蓋 它的螺絲鎖點都沒有做調整過 那這台車引擎搭載1.5升的一個 自然進氣引擎 在後續的維修保養非常簡單 再加上它的iv-tech引擎 所以說它的油耗值非常省油 所以我們在通勤使用或是代步 甚至要跑業務 日常使用是非常優質的喔 好 好又到了影片了 我也是幫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這台車是2018年的bit 它是浩月銀 人家俗稱的鋼鐵銀 這顏色是非常的耐看 那這台車里程數只開5萬公里 在網路上里程數非常少的 我們這個月就做一個優質的價格 多少錢 沒有錯喔 就是賣468萬而已 非常便宜啊 如果說看到這邊有興趣的 趕快打起電話 大家可以手扶汽車 請找周小弟 那如果最後喜歡我們家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還有訂閱跟分享給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